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物理学之父 他就是叶启孙先生 叶启孙他是上海人 他的祖父呢,曾经做过一些小的官职在清朝末年 相当于县里的科长吧 但是呢,他的父亲呢,也是读过书的人 从他的父亲开始呢,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 他父亲觉得做官呢,并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他觉得受何等教育就成为何等人才 所以呢,他就觉得要弃士从师 等于说不做官了,开始做老师 然后呢,叶启孙呢,受他的父亲的影响非常深 然后他也是这个庚子赔款 然后去美国读书 先进了这个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学习了五年 当时呢,芝加哥大学有出了82位诺贝尔奖 而且物理系呢,是芝加哥大学最有名的这个学科 所以呢,叶启孙先生在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受益很多 之后呢,他又去哈佛读了博士 在美国留学七年 然后,回来以后呢,他先去了东南大学 但是只待了三个月 就被他的恩师,美以奇先生 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邀请回清华做讲师 当时呢,他还很年轻 叶启孙呢,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表的人 甚至他说话还有点口齿 但是呢,他对科学的态度非常认真 他曾经,就是说 在美以奇教他的时候呢 他曾经发现这个中国的历代 就是说最著名的一个数学的这种教材当中呢 发生了一个错误 就是这么多人,历代一直用的这个叫九上算法 大家都没有发现其中的一个错误 然后呢,他就是说反复的研究 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后来他就问美以奇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美以奇其实之前 在他提出问题之前也没有发现 然后呢,美以奇就觉得 这个如此可教 他非常认真 做任何事情都能够 从这个细节里头找出他的规律 所以呢,美以奇 一当上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之后呢 就首先想到了他的学生叶启孙 之后在这个西南年大 美以奇,因为经常要去参加政府的工作会议呀 经常要外出有其他的公事嘛 所以呢,在美以奇不在的时候 他就委托 都是委托这个叶启孙来接替他的工作 然后叶启孙就是清华这个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但是叶启孙呢,他是一个学术性的人物 他从来不拉帮结派 他培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在中国的这个两单一星 二十三位科学家当中 有一半都是他的学生 我们现在对叶启孙这个名字呢 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提起他的学生们 那可都是赫赫有名的 比如说 杨振宁 李正道 钱三强 钱美长 等等啊 这个名单可以列非常非常的长 当时在西南年大 李正道只是 还没有本科毕业 他只上到大三 但是呢 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叶启孙呢 就推荐他去了 所以李正道终身都感谢他的老师 在七二年李正道有机会回中国的时候呢 他曾经想去拜访叶启孙 结果就被当时的政府拒绝了 因为当时叶启孙在挨抖 后来这个新南年大结束之后呢 叶启孙就回到北京 他还是在清华 就是梅以奇在出走去这个南下的时候 因为当时国共发生了内战 然后国民党就是马上就要失败了 然后呢 蒋介石呢 就派了飞机去北京接这些学人 像胡适啊 陈寅客啊 这个梅琪啊等等 在他走之前呢 他邀请叶启孙跟他一起走 叶启孙反复的考虑 他觉着他并没有做过什么 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也没有做过很坏的 就是说有损于别人的事 也没有做过损害国家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啊 可以平平安安的 就是在新中国做一个教授 也可以把他的知识传播给后人 所以他就拒绝了梅以奇的邀请 就没有去台湾 之后呢 在这个清华呢 他就继续 其实还当了一段的负责人 直到这个吴晗 就是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 他们就是说 国民党 不是共产党派员接收清华 他才就是没有再负责行政职务了 但是呢 他就一直默默的在他的工作岗位 就是教授学生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牵扯到了他 就是他有一位学生叫熊大真 在抗战爆发时期 三八年 教授们都南迁的时候 他们都是分批走的嘛 所以呢 叶启孙和这个熊大真呢 他们先去了天津 然后在天津期间呢 有一个姓黄的人 跟这个熊大真联系上了 说问他愿不愿意去 这个华北 这个抗日游击队 当时呢 是这个张学良的部下 吕正操在主持华北的工作 所以呢 熊大真他很年轻嘛 当时还是清华的学生 他觉得一腔这个热血 要报效祖国嘛 所以呢 他就答应去 然后叶启孙呢 有一点 不是很踏实 就劝他说 你现在还搞不清楚 对方的情况 然后呢 也并不 没有熟人嘛 然后这样贸然去的话 不一定会非常安全 就劝他考虑 但是熊大真就毫不犹豫的 他觉得 以他学到的这些知识啊 他想为这个抗日做更多的工作 于是呢 他们就去了这个华北平原 后来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 抗日这个连续剧啊 抗战剧当中呢 这个华北啊 本来是一片大平原 它是这种 就是说迁敌的最大的忌讳 因为他没有地方可躲 也没有山 也没有树林 也没有什么这个丘陵 什么都没有 一片大平原 那怎么去 这个 钳制这个敌人呢 敌人强大 我们弱小 所以呢 当地的农民啊 发明了这个地道战啊 地雷战啊 平原游击队啊 等等啊 但是呢 在我们看到的电影中 都没有反映当时的学生 知识分子 他们做出的贡献 实际上 地雷 还有很多的爆炸物啊 都是学生们 他们研发出来的 你想啊 农民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知识 他们没有足够的这种经验 去研发出来这种 爆炸的产品 但是后来的电影呢 为了追求这个效果 农民啊 自己 这个制造炸药 这不是更 体现了这个 中国这个特色吗 所以为了更有看点 后来基本上的影视作品中 抹杀了知识分子和学生 其中的力量 但实际上啊 大部分的这种 炸药 炸弹 什么地雷之类的啊 都是这些学生 发明创造出来的 但是因为这个 有后来有一部电影叫 除奸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因为这个 当时国共合作嘛 合作又有怀疑 所以呢 他们就怀疑这个 熊大真呢 是这个 国民党CC CC系的特务 CC系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中统嘛 我们大家知道 国民党有两个大特务的派系 一个是代理的军统 一个是陈果夫 陈立夫的中统 所以呢 因为他们是在 天津站的CC站呢 跟这个熊大真取得联系的 后来呢 他们就说 熊大真是错 是这个特务 但是没有经过 有特别充实的证据 能够证明他 在路上押送他的时候呢 这个押送他的人 为了怕他逃跑 就自己没有请示上级 私自的把他给枪毙了 就这个人就这么冤死了 后来枪毙他的人 据说还做过 副省级的干部 在解放之后 所以呢 这个解放之后 叶启孙 就是说通过多方的打听啊 然后才得到了这个熊大真 早就去世了的这个消息 他就一直多方的联络 为他平反 最终呢 也没有平反成 但是文革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 还把叶启孙给牵连进去了 说这个熊大真是他的学生 叶启孙也是CC系的特务 就反复的批判他 到后来呢 他都得了这种幻听症了 大家知道这个幻听症吗 就是我们看过那个 美丽心灵 上面有一个这个科学家 叫纳什 数学家 他就有幻听症 就是他老认为 别人在跟他说话 实际上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就是养成了这种 自言自语的习惯 所以当时叶启孙呢 因为他被批斗的有点 就是精神失常了 他还跟他的侄子说 他说我去王府井 我也能听见 有人小声的 在我的耳朵里头跟我说 庐山那边开会了 发现你出门了 你不能出去 他说我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们监视 所以呢 从他说的这些话语当中 就知道啊 他这个人已经精神失常了 后来呢 他就一直在这种过程中 就是疯疯癫癫的过程中 然后呢 也没有人管他 也没有恢复他的职务 他也没办法 他就一直到处去要饭 后来就是说 他的学生 曾经回忆说 有一天呢 在这个中关村那儿 看见一个 衣衫男女的老头 在那儿要饭 然后就说 给点 给点钱也行 给点饭也行 能够让他 就是说 吃点东西 有的时候呢 还有人看到 他在这个水果摊上 捡人家这个坏了的 苹果呀 和李亚什么的 还津津有味的啃着 就是说 一代科学家呀 结果落的下场 非常惨 之后很多年呢 他是77年去世的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他什么时候去世的 因为他已经完全被人忘记了 但是直到八几年的时候呢 才给他评了法案 但是他呢 是为中国的这个物理学 为中国的这个两弹一心 这个科学发展 做出非常突出贡献的人 他是值得被我们大家铭记的 以前呢 我们讲的全都是文学界的大师 文学界呢 为我们讲述历史 为我们开拓文学界的视野 做东西方的比较 了解世界等等 但是这个理科的物理学 他为了中国的这种科技的发展 科技的发达和腾飞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让我们记住 伟大的叶启孙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